你有你的规矩 世界另有规矩 物理学有个概念叫平行世界 指的是处于同一时间体系的两个事物 由于空间体系不同 结果就像在各自轨道上挤持的两列火车 其实平行世界绝非只存在与物理学的想象 历史与现实中两种独立发展的文明 其实就是两个平行世界 各有各的规矩 用一个学术概念 就叫做与境不同 比如王仁博老师在新书1840年以来的中国里就说 近代中国与西方的遭遇 就是两种文化与境的碰撞 在那一刻 中国与异己者面对面相撞 跌入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世界 瞬间也成为两个中国的分界线 贵还是不贵 这是个问题 1792年乾隆57年 彼时四海生平正处在康乾盛世的顶峰 已是茂蝶之年的乾隆皇帝 突然接到了一封来自广东的紧急奏折 说一个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国家 打算朝供天朝 为了敲开清朝的大门 英国人动足了脑筋 英国人知道 如果以外交谈判的架势前往 很可能被拒之门外 所以找了一个无法拒绝的借口 向乾隆皇帝祝寿 英国人带上了所能想到的所有好东西 从天体移到争契机 从调中 陶瓷 马车到最先进的枪炮刀剑 尽管大清奉行闭关锁国的国策 但与印象中有所不同 清代的统治者并非与外界毫无接触 尤其是康雍前祖孙三代 几乎都是西洋通 康熙跟传教士学了许多数学 物理 天文等自然知识 雍正尤其喜欢西洋事物 现在故宫还有他穿西装 戴假发的画像 以及玩过的大量钟表 显微镜 乾隆更是洋货的标准发烧友 巴黎或者伦敦新潮事物 往往上市没多久 就会出现在圆明园里 英国的这份礼物清单 让乾隆心急火了 只是沿途各省悉心招待 务必速速来京 但这种和乐融融的气氛 没持续多久 刚一见面 一场关于规矩的角力 就开始了 首当其冲的 就是今天 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的礼仪问题 大清官员要求英国人 按照清朝的规矩 行三跪九寇的大礼 航行几万里 就为了给皇帝磕个头 这在英国人看来 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双方围绕礼仪问题 展开了斗智斗勇 第一轮 马甲尔尼使团到达天津后 乾隆就派钦差大臣征锐 前来传达圣旨 觐见时 因按清朝礼仪 行三跪九寇大礼 尽管征锐多次派人 给使团做师范如何行礼 但马甲尔尼拒不同意 坚持鞠躬行礼 第二轮 使团一行到达任何行功后 行礼的事还没着落 蜻蜓只好搬出乾隆帝身边的红人 军机大臣和珅出马 和珅假称自己腿部受伤 试图迫使英国使节先去拜访他 以获得地位上的优势 马甲尔尼则以旅途疲劳 身体不适为由推脱 派其副手出面 随后 副手司当中出席了和珅主持的接见和晚宴 不过并未在礼仪方面做出任何妥协 坚持对等原则 双方陷入僵持 第三轮 清朝负责的大臣为了调和两方的矛盾 想出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 来满足英国人的对等要求 觐见之时 在乾隆身后举起英国国王的画像 这样以来 英国人实际上在给自己的国王磕头 而乾隆以为是给自己磕头 然而 马甲尔尼非但不领情 反而不愤的在日记里吐槽 我此行的主要目标甚至都没有提到 我所有的时间都被礼仪占去了 最终 面对冥顽不灵的英国人 鉴于乾隆帝受臣临近 英史又属首次来华 清廷允许马甲尔尼 以英国单腿下跪的礼节朝进乾隆 可还是不科的争论 终于在形式上得到了解决 1840年之前的这场外交事件 从最基本的礼仪开始 双方的分歧就开始公开化 就像拉链一样 一开始没扣上 个个都扣不上 所以后面通商 开放新口岸 常驻使馆等要求根本不可能成功 尽管这场外交会面以失败而告终 使团也狼狈地从北京离开 但这次会面意义深远 我们能从之后发生的无数历史事件中 寻找到它的影子 正如历史学评价这次会见时说 乾隆与马甲尔尼尚未死去 他们还生存在我们中间 又在我们身上转世了 规矩之争的三个层次 东西方两个国家的思维 实在是大相径庭 清朝人实在无法理解 英国人为什么拒绝做这个并不难学会的动作 英国人也想不明白 清朝为什么如此在乎那个三跪九寇之礼 比如清朝官方如此记载这次礼仪之争 英国人非我足类 他们的膝盖不能打弯 是大清皇帝人后 才免他们下跪 允许用他们自己的礼仪净见 这种理由在今天看来 十分荒谬 甚至愚昧 但其实这是无视历史语境 道果为因的一种后见之明 朝廷的官员所做的一切 其实只是试图将一种 在他们思维中荒谬到不能理解的事情 英国使臣不肯下跪 变得易于理解 不是不符王话 只是膝盖不能打弯 人们读书读到历史的分叉处 最容易成为简单英国论的信徒 忽略了背后深刻的思想差别 隐匿在这场礼仪之争背后的 其实是三个层次的规矩之争 所谓规矩 在王仁博老师看来 不仅仅是一系列抽象的规范 还是经过长时间和社会环境磨合 形成的共同认知 第一个层次 世俗礼仪vs宗教礼仪 贵与不贵 首先是世俗与宗教观念的冲突 中国的哲学宗教观是以自然崇拜为基础 相信的是不变的天道 君主通过践行天道统治人间 世俗权利凌驾在宗教权利之上 很少有人关心现世之外的世界和生活 所以跪拜在中国只是一种世俗礼仪 最早在《周礼》里边有记载 随着汉代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发展 皇帝作为天下万方的宗主 自然应该接受臣民和外邦的贵寇 以示尊崇 这是中国的规矩 而西方的哲学宗教观则认为 上帝是超越世俗的 人永远是人 上帝永远是上帝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人只应该做上帝的奴仆 而不应臣服其他世俗统治者 所以西方人只对上帝双膝跪下 面对世俗统治者只行单膝之礼 从不扣头这是西方的规矩 中英双方有着截然相反的宗教哲学观 对跪拜的理解自然大相径庭 第二个层次天下观念vs主权观念 在贵与不贵的背后 体现的是两个国家间国际规矩的不同 即代表谁科 因为使者代表国家如何行礼 行什么礼 其实是两个国家之间关系地位的体现 中国的国家观念是天下体系 这套以礼法为代表的规矩 对内通过三纲五常规范人和国家的关系 让人们各得其所各司其位 对外将这套礼法推及国际 强调中国位居天下中央是文明之邦 周边国家都是有待中央文明之邦教化的附属 因此中国愿意怀柔远人 向四周传播声教 以自己的文明之光 将他们从不幸的黑暗中拯救出来英国事宜 如今前来规划自然要下跪 相反英国人的国际观 是基于17世纪欧洲残酷的30年战争结束后 参战各方签订的一个条约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这一体系确立了国家主权至上的国际基本原则 国家之间不论大小 一律平等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等 今天的国际关系 仍然遵循这些基本原则 根据国际法的原则 主权国家互不同属 英国使团对清朝进行的是一次平等的友好访问 不可能进行不对等的三跪九扣 等级观念和平等精神的冲突 这是清朝和英国两个国家对国际秩序理解的最大矛盾 第三个层次 道德系统vs规则系统 两种不同语境下究竟要如何定规矩的冲突 在这一层次已经超出了磕头本身 王仁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艺书中反复提到 面对相同的现象 不同的思维形式和价值标准的语境下 自然会出现决然相反的判断 国仍处在传统的道德系统里 定规矩依靠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样的道德信条 但这些道德信条间彼此之间不一定有相互解释关系 一种道德信条的变化也无法自动的带来连锁变化 在这种语境下即使单方面取得很强的成就 也很难带动其他领域协同发展 而西方当时已经开始迈入现代国家 它的语境是一种在规则系统之下 每一条具体规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规矩与规矩互为解释 构成一个逻辑自洽的系统 一条规矩的变化 整个体系也随之变化 所以具有很强的拓展性 能不断地进行自我演化 在这种语境下 西方文明更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尖传力炮的力量 其实并不取决于科技 而是与制造出它的手之间具有内在关系 那就是它的价值观 比如宪法既是定规矩的系统 也是对价值观的一种表达 它是一个过程 而非目的 正如王仁博老师在书中所说 如果说限制意味着被保护个性的发展 那么国家富强首要要求的是个人对国家的贡献 为了富强牺牲个人自由 这本身就不符合限制价值规范 在王仁博老师看来 现代与古代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制定了个人与国家间权力义务划分的规矩 宪法 人们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享有平等和自由的权力 因此这场现代规则系统与传统道德系统的定规矩之争 才是贵与不贵这一冲突的本质 1840年以来的中国 普遍的规矩 VS 特殊的语境 马甲尔尼的访问 其实只是为两种规矩的冲突开了个头 近代以前 中国和西方虽然两种规矩各自不同 但很少有交集 自从近代世界立宪运动开始 整个人类的历史汇入了同一条时间流 王仁博老师称之为格林威治时间 马甲尔尼访华的失败 注定了1840年中国历史以另一种方式开场 王仁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写道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 事实上就是一次特殊规矩与普遍规矩的剧烈碰撞 晚清的精英们第一次意识到 大清有大清的规矩 世界另有规矩 此后的历史有一条清晰的主线 就是向西方学习 看求自身的复兴之道 然而 对外来规矩的认知极其局限 却使中国在拥抱现代性价值的路上 走了不少弯路直至今天 在现代性价值尚未完全落地的今天 无论国与国之间 还是司空见惯的价值观撕裂 其实都是对规矩及其本质认知的撕裂 从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 至少可以梳理出下面最常见的几个误区 将文化与文明混为一谈 并用前者否定现代性的普遍价值 结果文化资源反倒成了向文明转型的包袱 事实上文化不必要 也不可能相同 但文明必然会趋同 走向两个极端 无视语境的差异性 以及将语境当作拒绝现代性普遍价值的挡箭牌 对工具理性的东西 比如技术管理甚至市场 统统拿来主义对价值理性的东西 比如自由个人主义等 却是若洪水猛兽 岂不知尖传力炮的威力 与制造出他的手之间 具有内在联系 用后见之名将历史简化为粗线条 甚至错误归因 比如有人说是旧王压倒了启蒙 有人说是因为选错了老师 有人说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 加上民粹崛起等等 以上既是理解1840年以来 中国历史最常见的误区 也是导致今天价值观撕裂的认知源头 1840年以来的《中国》 这部写作长达25年的书 不仅提出以上真问题 阅读它 也是破解这些问题的一场思想之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